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胆是基隆的 对 他选诗语 对 这是明天早发言要选台北的 新北的吧 等一下 我来问问他 好 这个恩堂家昌刚才已经透露了他的声音了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活动 对于一般人来讲恐怕没什么大的感觉 可是对于我们厨艺界的人士 或是台北的美食界 或是餐饮界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盛世 我有一个好朋友 黄姓的这个中医师 他住在林口 然后他有两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然后最近他小朋友只要一在路上看到外国人 就会说 妈妈这些世大运的选手还没走 好可爱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 那些世大运的选手对林口那附近的人 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今天要讲这个ICSA 亚洲主厨高峰会 我要跟各位讲 它的重要性跟它的影响性 其实不会低于四大运 甚至我们可以用亚运的层级来形容 为什么呢 我们光想象在亚洲50强 就是Asia 50的这一个排行里面 现在有时间餐厅的主厨 全部都在台湾 总共有15个人 因为有双胞胎 有三个人合作的餐厅 所以他的主厨人数是 总共有15个人目前在台湾 那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前两天 如果你本来就是在台湾的一个餐饮工作者 你照着你的日常生活到菜市场去 你也看得到他们的身影 如果你半夜到基隆的 卡玛丁渔市场 他们昨天可是10个主厨 一起到那个渔市场去挑海鲜 那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 就是一个朝圣的好机会 你觉得这个感觉 有没有很像四大运 那个时候全球的这些 厉害的体育选手们 通通在台湾这种光环 而且在昨天 全世界有非常非常非常 我用了三次非常 就是因为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食评家在台湾 哦是哦 那些人都是决定米其林的 就是甚至不是米其林的密探而已 是米其林最后开会 可以投下关键性一票的那种 等级的judgment的那种裁判员 都在台湾 他们是那个中午参加还是晚上参加 其实就在你的鞋鞋鞋对面 那一圈外国人 哦他们都是食品家呀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名 就是那种呃 只要发表一篇不好的评论 那间餐厅的声音 就会一落千丈的那种 那他们不是都是匿名吗 怎么会被你发现呢 那些呃 当然有一些是匿名 而言就是哇这是一个盛世 因为加上讲到几个重点 我们可以从这个呃 头衔之道的这些之外 真正的是这些无形的交流 还有价值的累积 嗯 那这一次呢 主办单位是良好印象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呃 国际关于生活美食的媒体 那因为他里面有相当多的 台湾从业人员 所以他们这一次主办 这一次的活动 他们选择在台湾 嗯但是新加坡政府 已经主动来争取 哇 下一届 二零一发 是吗 一定要办在新加坡 可是你为我们政府 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活动吧 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是有沟通过 但是因为其实有点仓促了 我们没有不要任何的呢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民间力量 一直是比较强盛的 哦是啊 那这一次 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要介入呢 因为要提振观光 他们直接要求 要办在圣桃沙的赌场饭店里面 哦 而且免费提供场地跟宣传 哦哦 嗯 这一次呃 其实昨天中午有40个媒体 呃 国内的大部分媒体都到了 甚至很多媒体都在报道 嗯 但是我只能先跟各位抱歉一件事情是 所有的餐会 都买了 全满了 哦 而且后补都是后补一二十个位置 完完全全刻满 因为每一场餐会 都是由这十间餐厅的十五个主厨里面 两间两间来做排列组合 嗯 你就算每一场餐会去吃 你吃到的排列组合都不一样 什么是两个主厨呢 就是每一场餐会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良性竞争 嗯 为什么 这些主厨来自泰国 来自新加坡 来自菲律宾 是 来自台北 啊 每一个人过去可能比较少交集 嗯 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远的距离 还有日本 然后你会发现到 当大家进到厨房的时候 嗯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斗志整个燃烧了 嗯 看到对方出什么 诶很特别的东西 哦 出什么很精细的诶 诶想法 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冲击 而且是非常具有实验性的一个挑战 嗯 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那当然我我还有个小道消息可以跟各位分享是 据说几个比较大的这种餐厅评鉴的指南 包括米其林 包括HR50 亚洲50 都对这个中 对这个活动已经掀起了一点点的警惕心 啊 因为他们就说 哇 原来这个突然间也竟然办起了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盛会 因为你还看看除了 亚洲50颁奖的时候 或者是米其林 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上海米其林 东京米其林的时候 这些主厨才会聚在一起 哦 但是今天是另外办了一个跨国性的活动 我们一口气邀请到这么多的国家的优秀主厨 而且是亲自放下店里的生意 要来这里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嗯 那这一次主办的两个协助的饭店 一个是呃 刚刚扣姐有提到过去就想赴盛名的呃 亚都立志 嗯 那另外一间就是这几年在台湾也非常努力经营高端餐饮的文化东方 嗯 那所以说这两个饭店也这个这个叫做请这个全饭店之力来协助这些盛会来迎接这些国际非常特别是亚洲非常持名的这些呃餐厅的这些呃餐厅的这些才华洋溢的主厨 嗯 那但是回头来你会发现到国内的媒体关注的极少 啊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嗯 因为我光是想像我这次有建议主办单位 这么好的活动 你应该要让国际观光客特别飞来参加 这才是真正能够带动台湾的一个经济 嗯 这才是真的 飞来参加不一直都卖光了啊 所以说你需要保留 嗯 例如说找呃更更 当然餐期这次确实有点太短 但是讲真的他就说你知道要敲这些主厨的档期有多困难吗 那我为你为什么没有江振诚呢 江振诚这次在法国 哦 他自己有一个另外的活动 但是他反正有个秘密参与的方式 但是 哦 really 对然后明呃礼拜四下午会由他们同一个集团的龙营 嗯 祥云龙营的主厨办一个说明会 哦 对这这厨艺的demo就对了 那江振诚反正他有参与啊 但这是秘密我不能讲 哦你揭露了军机 对对对对 但是他有啊 就国内有名的母妹也有啊 母妹有跟他 嗯 好像另外一个主厨 对然后文华东方自己的主厨 然后亚多利兹的克莱曼 这些都是非常难得参与 因为台湾目前其实只有三间 我跟你讲的太抽象了 我们在听众朋友常常听你讲这个美食啊 他们都习惯看那个叉叉凡啊 或者是那个武器啊 什么的都看得到 所以他们看的都是那种 对对很具象的 那你讲的这种真的是很高端 我们用想象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其实不是用金钱来衡量 没错 但是他真的很贵 对 其实你就是想象亚洲五十大的重要的主厨 十个人 其中来了十个人 十间餐厅十五个人 对 那这样子的这个一个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其实是厨艺的亚洲的佼佼者在交流 没错 那他交流的结果呢 很可能会让台湾的观光就提升嘛 而且参与的精神会整个不同 很可惜如果他可以办的是更为更为这个 就是就是他的他的这个交流的火花 他如果更让大家知道 那当然更好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良好印象这个媒体 所以杰克杨是他们的 台湾区的负责人 他做得非常好 可是他现在选择的是巴黎厅 是 跟文化东方 是 那这也是 所以就是 就是就是那在地的主厨是谁谁选的呢 比方比方木梅那三个年轻 因为木梅是亚洲五十大 就是跟台湾的亚洲五十 对 也是 我还是小小声说 木梅可不可以 音乐不要放那么大声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不要叫人家只准吃两小时吗 年轻人 我们是客人 那很好 那所以台湾退出来的除了木梅 还有巴黎厅 对 还有Benco 就文化东方地主的优势嘛 他们都会参与这个整个餐期的协助 也会有他们的团队端出一些 例如说前菜或甜点的配套 所以听说就是来了三十几个人啊 Jeky昨天跟我说三十几个人 他说 每个都是团队啊 可是他发现说这一次我们的那个啊 签证办的还算顺利 因为我们有个南向政策 我昨天跟那个啊 王志芳跟那个啊 肯定一下 我们的总统 报告一声 同志员应该飞过来才对啊 带着泰国的主厨 他现在租泰国代表耶 真的 那昨天我吃的是菲律宾主厨 Margaret 2016的亚洲最佳女主厨 15年是兰淑 16年是Margaret 然后17年是一个香港的女主厨 但是我们的陈兰淑跟江振成 这一次都没有 他们都各有行程了 不然是他们很乐意来参与 这位那个菲律宾主厨长得好漂亮啊 很年轻啊 对啊 那他做才很自信 其实回头来就是最有趣的 就是因为赌场的经济 让菲律宾一下子 有更多的国际目光 所以大家说 前几天有一则消息啊 不晓得是不是彭博说的 下一个亚洲的小龙 是三个小龙 菲律宾 印尼跟印度 所以这个是合理的吗 印度 印度有人口 这么大 对啊 他是有人口红利 他意思就是说 菲律宾有人口红利 印尼有人口红利 印度有人口红利 那到底这些菜有多精彩 昨天 昨天已经出场两次啊 昨天是开幕 你参与的是最 晚间 对啊 那中午吃 昨天中午没有 昨天有记者会 然后晚上才正式开幕 那记者会谁下场啊 所有的主厨啊 真的吗 就是记者会啊 就是大家简单 每天做一道吗 就是简单的交流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做菜 但就让大家可以 看看他们想做什么 这样子 可不可以讲一个 我都很没水准的评论呢 我每次吃这种重要的餐 结果都觉得甜点最好吃 尽管靠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亚洲五十主厨高峰会 我们现在交给家昌雷 没有五十啊 你这样快要害我们侵权 是亚洲主厨高峰会 对 亚洲不是有五十个主厨吗 就亚洲五十大 你们有十个来 对啊 那我只是亚洲五十大 其中十个人来的主厨高峰会 我不要再讲了 越讲越外行 没有 因为其实coco姐是一个品味家 所以她在每一次 品尝这些美食的时候 coco都要喉咙筒了 对对对 她都会非常enjoy 而且因为coco姐很懂得这个生活 所以她会知道这种美的根源 包括音乐啊 艺术啊 她都很有涉略 然后在美食的部分 其实有时候吃进嘴巴是最后了 在整个过程用餐的氛围 眼睛看到的 那甚至那个嗅觉 其实都是很享受 我一直说这应该是一个五感 一个完整的 五种感觉 不是五感 对 五种感觉 眼耳鼻舌声音 但是回头来就是 这样子的收费 对于台湾过去的社会共识而言 似乎是一个比较反其道而行 大家认为说 你花六千几块去吃一档 是不是很奢侈 但是其实他有配餐 然后又是一次两个主厨 像正常一个 你到人家餐厅也是要花一百多块美金 也是三千多块的一个水准 当两个人同时来为您服务 而且在一个餐期里面 可以享受到他们用心 而且你又不用出国 人家千里迢迢来的时候 光想这些成本 其实最重要的是 这些东西 这些交流 这些餐饮的经验 会留在台湾 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感动的 因为你光想像巴黎厅的 这些年轻员工们 有这个机会 跟这些主厨们合作互动 他们可以进步 对就像我很失心 我自己很喜欢 Oakima蓝餐厅安和路 那Frank就很认真的 让这些团队们 可以去接触这些 世界级的厨师 因为他们来台湾 他花费这些代价 自费的邀请他们来 这对于整个经验的累积 其实还有质感的提升 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 Frank他说 他每一个都认识 都认识 而且昨晚上 没有上场的这些主厨 昨晚在他的餐厅吃饭 是哦 对啊 是吃饭没有下厨 吃饭吃饭 都是客人 对对对 其实平常 亚洲励志的巴黎厅的主厨 就已经很厉害了 水准很好了 Climate 对 那我现在简单介绍 到底有哪几个厉害的人呢 包括了新加坡 Corner House 新加坡 现在的御厨 叫Jason Tom 这也是上次有来蓝餐厅客座的 今天也到台湾了 昨天也到台湾了 然后在曼谷的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外 但是做的新式泰国菜 叫做Eat Me 吃我 主厨也来了 然后新加坡的Jaan 这个年轻帅气的Kirk 今天中午他登场了 跟马尼拉的Margaret 今天中午四手连弹 在亚多利志 然后上个月才在母妹 跟母妹合作的泰国新兴餐厅 Ladu 主厨也到台湾了 那台湾的好朋友 在这个东京的船 这个Rayu Hashigawa 这个主厨也到了台湾 这一次会在文华东方登场 然后是这个Tokyo 东京的Flaju 那这个Kawata 他也亲自到台湾来了 但是他昨天好像还没到 今天才会到台湾 然后新加坡的另外一间 非常有名的 先讲曼谷 曼谷非常有名的双胞胎兄弟 德国人 他做新式的德国菜 在曼谷开餐厅 过去他在亚洲第一名的餐厅 Gagang服务 那这一次也是Gagang出资 让他们创业的Sherine 双胞胎主厨也到台湾来 是 一起来了 然后另外是The House on Sosong 这个Fest 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泰国菜的餐厅 那Mumay呢 三个主厨 这一次都会一起联手登场 在文华东方 提供给各位不同的饗宴 然后巴黎厅的Climate 祥云荣营的这个 这个悲甜主厨 他们都会是这一次的 重点的一个 一个这个 刚听到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些亚洲五十大的十个餐厅 现在都齐聚在台湾的两间 亚都立志跟文华东方 准备提供给大家不同的 甘管这个感官饗宴 我怎么一直讲成甘管呢 但是他们有那个 就是说他在食材呀 有 在烹饪的手法上面有什么特别 昨天是开末吗 那这个菲律宾的这杯 Margar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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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还蛮菲律宾的食材的耶 而且整个的这个摆盘啊 或是这个厨艺 也非常的母国化耶 Koji 我觉得它的口味比较重吧 有啊 它有香茅的味道 它有用椰子啊 东南亚的这个惯性 而且菲律宾的调味一直是比较重的 对 因为菲律宾天气热嘛 那它又不 可是它有特色是它不酸 那菲律宾菜本来就很好吃 它们好会煮东西 对对 Smokey的味道可能会多一点 那因为非常有趣的是 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呃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 曼谷在今年要正式的拿到了米其林 嗯哼 所以这一次曼谷哦 五间来的餐厅 我甚至可以拍胸脯 跟大家保证 嗯 这五间都会拿到米其林 哦 他们虽然已经本来就在亚洲市 哦 曼谷要有 建入米其林的排名 对已经公告了 它十二月会出米其林指南 哦哦 对 然后所以我敢打包票 就是这五间有来台湾的餐厅 全部都会拿到米其林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光是 我我曾经跟郭后姐分享一个心得 很有趣就是到现在 吃米其林三星已经不稀奇了 因为那就是你只要照着指南去就可以了 但是你可以吃到一个Racing Star 明日之星 哇那你那个心情就很好 就像你采访一个 像就是年轻朋友 未来两三年后他拿到了诺贝尔奖 拿到了奥斯卡 不用诺贝尔 我采访的人生当中成就感最高的就是赖清德 哈哈哈哈 你看一路 因为我访问完以后他两个月他就做院长了 一路高升 对啊 你会发现到那种心情就是 可以看着他们 而且通常呢 我觉得还没有成名的会特别努力 啊 例如说米其林一星的 他想登二星 二星的 他想登 成名他要努力 要不然的话你如果心掉了 不是就会发生命案吗 心情不同吗 这种就是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叫这个在这个独孤求败的感觉 很多人会跟你说 那那现在的位置都已经满了 然后你们这些家伙都订了这么贵的餐饮了 and then 那重点是你要享受这个过程啊 就像你买不到士大运的票 你总可以看看媒体报导 帮台湾选手加油 他们有直播吗 当然 不至于到直播啊 但是有趣的是 这个过程 你之后哦 你再去这两间饭店 你还是吃得到这些厨艺大药镜之后的产品啊 就主要是亚洲的这些非常知名的主厨 他们来到台湾 对 其实taste台湾的taste 没错 他们吃过台湾的口味 是 然后跟台湾人的口水可以结合在一起之后 其实台湾就在不管是美食的推广 或是观光上面 其实就靠着他们这一次情神经历 可以蜘蛛网一样往外推嘛 所以这一点是良好印象这个媒体 就Jacky他们做的 我很佩服他们 真的是非常好啊 然后像其实之后这些主厨 有些第一次来台湾 有些很常来台湾 但是每个人对台湾都多了更深的印象 他的团队有来参与的 更知道台湾的这个风土民情 然后他们去菜市场去Kamadeng 结束之后他们还要去台南 阿霞蹦掉 是 对 还有一两天的延伸行程 十个这个团队来的能留下来的 都会去台南一起走走看看 所以对年轻时代 就是不管是学餐饮 或说先比方你说像台中的英雄啊 或说这些我们大家都这个觉得不错的 年轻时代的他们的餐饮的这种视角 就是有帮助 因为毕竟这种国际化的 大家除了文化的不同之外 因为其实每个地方的物价也不同 就像扣姐讲的 六千块到底在哪里 在上海算超便宜啊 在美国根本就是正常的价格啊 在美国六千块如果是三一百块的美金 两百块的人 两百块美金可以吃到很好的东西 对可是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价格 他昨天那个六千多块是有有九的Pairing吗 Pairing啊 那算蛮便宜的 很合理的 对不起 我不可以这样讲 被网友吗 没有 但是回头来就是我们除了价格之外 价值的提升 是这些无形资产的重点 以后大家来台湾 如果每个人都愿意花这两百块美金 总比花两块美金去夜市消费好很多 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去上海的时候呢 上海的有钱人就可以来这里吃东西 全世界有钱人都该到台湾来走走 什么是台湾味 那这样子的提升 我们要这样的水准跟能力 来handle这样子的一个 will come这些贵客的来临 好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啦 不过二十二就礼拜五晚上 那个二十二点的夜课满了